疫情趋缓 桃园新屋青年体验学习园区 顺势推出了秋冬极限冬运主题方案 首度开放了十项热门的设施 包含了像是CS的安全弓箭 攀岩 空中飞人 信心急求等等 不到千元价格 让游客可以玩到宝 要邀请大家来挑战自我的体能极限 学生奋力爬上木桩 站在高达五公尺的平台上 想站稳都不容易 只见学生用力深呼吸 不断给自己心理建设 最后终于奋力一跳 觉得非常的紧张 然后移上去身体有点在抖 跳下来之后就蛮轻松的 我在新屋永安的青年体验学习园区 有60多项绳索高低空设施 成为追求刺激挑战极限玩家的最爱 而体验极限运动不但能发现精力 也能挑战自我 成为学校闭牌课程之一 就以前都不敢爬高达 然后今天就爬上去 然后留下来 疫情趋缓 出门玩的人变多 青年体验园区顺势退出秋冬TYAC 极限冬运主题方案 首度开放十项热门设施 包括CS安全工件 攀岩空中飞人 信心急求等等 不到千元价格 要让游客玩到宝 另外我们也针对我们热门的一个体验的项目 来开放给民众做自由无限 只要你体力够 想要再多挑战 可以重复着一区挑战这样的一个热门的一个设施 秋冬TYAC极限冬运方案 活动时间从今年11月到明年2月底为止 热爱极性运动的你 不妨来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